欢迎收看 心灵乐飞扬 我是达明 我是明 今天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的 三位年轻人 而且很开心的是 其实三个人在演艺圈 可能都有一段的时间了 但是你不知道 其实他们都是基督徒 而且非常的开心 乐于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欢迎 李懿 Hello 新郎官 还是很新婚的 新郎也是基督徒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新郎子 欢迎 Junior 大家好 我是Junior 很高兴来这边 哇好开心 然后哇很火热的 小马 阿美哥好 阿美姐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刚才讲 自己要聊 跟小马通电话 都会觉得 哇人生充满了盼望跟希望 有力量 有热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这个 因为我本身在专门治疗忧郁症 他每天要讲每天思绪都很快 很亢奋很开心的 我觉得就是说 以前我常常会就是 自己过不了自己的关 自己 现在我知道那是一种捆绑 但现在我就觉得说 所有东西要我盼望 你所有东西都可以马上放下来 就是面对明天嘛 往前下去这样 所以刚刚小马一开始 跟我们开开玩笑说 他专门治疗忧郁症 那小马还有另外两位 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在没有进演艺圈之前 你们现在在演艺圈很好嘛 都有各个的发展 谢谢 没有进演艺圈之前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是做什么 然后什么机缘情况之下 进入演艺圈的 哦那从 从从从 从新郎子 从你一开始 新郎子 对新郎子 他现在你看 曾经在爱情里面 对 曾经在神给我的家庭的 那个幸福里面 是 对 我没进演艺圈之前呢 其实我的梦想呢 非常贴近大家 每天都会遇到这个东西 真的吗 就我很想开一家便利商店 哎哟 我现在超想开的 你想开吗 现在 我超想开便利商店 艾米姐 我跟你讲 巴德路斯在那边有一个cone 别 你们再介绍 你不要在那边 就你最近有在看便利面就对了 我帮你查你们家里长那边电话 我跟他讲 可以的 可以的 他太适合 所以李懿 你想开便利商店 会跟你的那个家庭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我家隔壁以前有个杂货店 然后我同班同学就是那个杂货店的小孩 他每天就有好多的糖果零食 然后就还有那个电动玩具机 就是大家可以去那边玩 然后所有小学 因为我们家对面就小学 小学生都要去他们家那边排队买东西 就最爱的地方就是那里 然后最受欢迎的人就是他 对 那只是因为便利商店后来就是比杂货店干净 又有冷气吹 所以我就很想要开便利商店 你这样一讲我才知道 要不然我觉得开便利商店应该很无聊 每天熟了 没有 便利商店才好玩耶 看到很多 里的辣可以吃可以玩的东西是不是 嗯 就是他 他就是其实是一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很频繁 对 可是其实他里面还有很多学问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奇妙 就是你不觉得 比如说我们只有买 比如说一瓶可乐 放在那边 你不会觉得它好喝 可是如果一整个冰箱柜 都是可乐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喝 我觉得便利商店就是有最有东西 这种感觉 对 所以其实呢 就是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啊 很羡慕 人家那样子的家庭跟画面 然后那个就变成你的梦想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那现在如果要开便利商店 应该还OK吧 不会 因为后来大学读的是那个企业管理之后 发现那个利润实在太低 唯利是从 对 那个利润实在太低 而且又很辛苦这样子 对 我跟你讲 你为了要开便利商店 后来读的是企业管理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OK 有帮助 从小的利润变大的利润 对对对对 因为我很喜欢做生意 然后就一直觉得 因为我爸从以前就做生意 我就开始 从大学开始就读这些东西 然后去分析去评估 就选择了一个 演艺圈是最没办法去计算报酬率的 最难受的东西了 所以现在没办法找你开便利商店吗 要不然我们家那边 我们在住三区 如果 你那边也有店面 住三区没有住三区 社区里面没有 他想当消费者 对啊 现在我理想更大 是想要开那个大卖场 就是接下来就希望 我们要大卖超市 上市一顿比较多一点 对 超市 总共想 大卖场不错 继续努力啦 继续努力啦 大卖场不错 那Junior Junior Junior 来跟我们谈谈 你在没有进演艺圈之前 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想做的是商人 然后长大一点 完全看不出来你们两个人脸上有伤的那个 真的 真的 他从小就想要伤人 伤害别人 被比伤 对不对 我小时候想当商人 然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 高中念大学的时候 我就想当建筑师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永远记得我看一个广告 然后有一个建筑师在画图 好帅穿衬衫 然后戴着眼镜在那边画那个建筑图 我觉得好帅哦 气味很帅 外形很帅 而且我还记得那是一个人寿广告 不知道为什么 那建筑师就非常吸引我 我就很喜欢他那个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当建筑师 我大学来去特别去念这个 引荐工程学习 好专业 真的 非常专业 后来发现就真的 太专业 太难念了 后来发现不会画的 但是你的美术构图各方面还不错 对 我的建筑设计 他画得非常非常会画 我建筑设计没问题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念 营建工程学习 它的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那就很累了 就是捆金啊 整个房子用多少水泥工程 那很detail的一些 非常难 有难度 难度非常高 就是我还记得我念大学 人家就是别的学系 晚上已经去吃完宵夜 要去夜游连移完回来的 他们是天亮回来 唱完歌天亮回来 我们是天亮还没睡觉 还在滑土 所以那个我觉得 所以功课没那么容易 真的没那么容易 后来就 后来就刚刚好过程中接触到 就是有人去大学 有人找我去拍广告 所以还在读书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也只是感觉 然后也是拍一个人寿的广告 不是啦 不是啦 最好有那么好 也圆梦了啦 然后就刚好就这样子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填粉啦 其实我们以前 不知道明明有没有上过制图课 其实那画图要兑现什么 很累 很累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开始学的要 那个手还要稳定度 就是这么粗的格子 要在那边画一百条线 那真的很难 那真的是很难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的兴趣是一回事 然后你想象当中都是好玩的 然后都是简单的 都是帅气的 但实际上你去学 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功夫在 实行层面会不太一样 小马因为现在就是 专门是卖这个闪赚机的老板 对 你就要当老板 这是蒙上帝的祝福 但是呢 我跟他们俩 我没有那么伟大的 我小时候就太爱玩了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 他们也没有很伟大 他们就是想赚钱啊 我只是纯粹觉得帅 我只是觉得帅 那我是很想玩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就想要当一个导游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功课不错 然后我爸我每次想说 暑假寒假之前 期末考之前 你们考出好成绩的话 妈妈就会带你们出去 所以我每一年都跟我妈出去 好期待哦 对 然后我就一出国的时候 因为那个年代 我38岁 在大概 那个年代的时候 要出国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比较 那个金额比较高 然后那时候就有这个机会 就常常出去 我就觉得 哇 国外的世界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世界真的很好玩 所以我就立志当一个导游 然后但是我书不好好读 因为我很爱玩嘛 我就到处去玩玩玩 后来终于那个高中的时候 我也没有考到高中 我就只好去读商工 但是我就发现一个学校 我觉得那个学校我要去观光一下 因为那个学校很有名啊 然后我就去 它真的有观光科 又接近了 对 然后呢 后来我去观光科 我报名的时候呢 因为很多科系在真人嘛 对 你要选哪个科系 我去观光科报名的时候 我在看其他科系 我确定我要读观光科 为什么 因为女生好漂亮 然后 总是有一个动力 对 总是有一个动力 我会觉得 哇 这个女生很漂亮 我好好去观光科观光一下 然后我就去观光科 然后就 就 后来不小心就 就没有书念好 后来我就被 你观光科书还不念好 我那时候太爱玩了 你根本就是 把它当 就不当一回事了 你是为了把妹去读那个学校 纯粹是去当观光的啦 对 然后 但是还是有学到一些 呃观光的概念 对 或者说那个餐饮管理 或是呃旅馆的东西 服务service的东西 是 对 还学到蛮多 对啊 不过啊 听说你去应征 工作 然后某某那个知名的制作人 然后 对 还亲自招建啊 你用了什么招 你用了什么招啊 怎么会在那个茫茫人海当中 那么多人去应征 而且是现在 线上非常非常知名的制作人 亲自这样子 招建 那时候因为我书没有念好 然后后来当兵退伍回来之后 我去了一趟湖南 我在张大街也是帮人家管旅馆 回来我爸爸生病 我姐姐就说你回来照顾爸爸 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就发觉我什么都没有工作 然后我姐姐就突然间看到报纸上面 那个王伟宗先生 他的芙蓉制作有在应征制作助理 但是你要会Word Excel 然后会这一轮 所以电脑的那些你要会 那个时候刚开始吗 那我不会啊 我不会怎么办呢 我就想我不会 然后我就第一次跟我妈开口 我说 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说 哇 输到用时方很少 我说妈 那个应征哦 我不会这个你给我一点钱 我去应征那个补习班 然后呢 我就去补习班上课 在松山火山上面 然后我去补习班上课 就专门学那个 当我学 我很快哦 几天之内我就学会Word怎么打 然后字形怎么变化 还可以做一些效果 我就开始自己打字转 对 你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生日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字转 我字转那边呢 我就想说 应该有点花招 我就开始打了一大堆那个火星纹 乱码 乱码 其实我是火星纹的鼻祖 对 我就说打一堆乱码乱码 打打打打打打打 但是呢 里面有几个字 打完新密码 里面有几个字 你仔细看就说 我要这份工作 这是重点 就在那个乱码里面 在乱码里面是看得到有几个字 对 就是我要这份工作 然后我在旁边还画一个小箭头 然后贴了一张我的照片 写说 凡姐下此照片 附回游信封 寄到 邮政新疆78778 即可获得钓虾台来回机票一张 对 因为当时我们台湾在讲钓鱼台事件 所以你就会弄给钓虾台 我说钓虾台一张 然后后来我就 嘖嘖嘖 信封也自己做 我就写给制作人 然后我想想说 哇 这么茫茫人海 这么多人要去议争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取巧呢 妈 再给我一百块 我妈说干嘛 我要请快递 我找快递 你不是用气的 我不是用气 我说快递 我到快递先来 你无所不用其机 收贱 我说你待会 你帮我收到这个地址 你进去的时候 你就大喊说给制作人 然后他就进去 他这么就大喊说给制作人 然后刚好回头一过来是谁呢 詹仁雄 詹哥就这样拿到我的 拿到我的那个履历表 就是拿到我的应征信件 他一打开来之后 当天就打电话给我 哇 他说 你真的很贱 他说你真的很贱 但你现在过来 你现在过来 他就叫我过去了 然后一过去之后呢 我就想说 他是谁啊 因为我不是那是他嘛 因为我是要应征王伟宗的 我就想他是谁啊 然后一上去的时候 我带二楼 然后一上去 我就看到一个眼睛小小的 然后就 他就说 你真的很贱 就一直把我很贱 然后我就 你好 他说你看 你看 旁边那个堆积如山的那个 真的跟山一样高的那个 那个应征的那个 山一样的 他就说 你真的很贱 我就拿到你这一封 他上面说我要工作 所以里面 真的那么多的一针的信 他就是 就是拿到我这一包 因为特别嘛 有创意啊 我用了一些手段 用快递送过去 对我用快递送给他 但是我里面发现一些创意 然后他讲说 你真的很适合做节目 做到后来变成真的的制作助理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是现在用这一招没好啊 为什么 因为有人用过了 他用过 而且不是 因为那个是就是说 可能十几二十年前 那个电脑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 然后大家就是说 email还没有那么的盛行的时候 现在就是没有 你再用这一招没人理你 没有错 对啦 不过这个给年轻人一个鼓励啦 就是很多事情 有时候要有创意 要有冲进 对 如果你妈妈有空的话 也可以请妈妈帮个忙 他要看妈妈有没有空 对不对 你还请妈妈帮忙吗 对不对 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 还有要有决心 就是要有热情往前冲 对 好 那我们就一开始 就先请小马来 带来一首歌曲 来为大家励志一下 告诉大家为什么选这首歌曲 这首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也跟我一个节目的名称一样 是 叫世界的一定 我觉得不管你是 还是什么样 你只要努力 都会有出头天的一天 就努力就好 带给大家鼓励一下 谢谢 世界第一顶 嗯 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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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听说 我听说 我听说 谁也不听说 我的家頭天 無緣天 無憂靈 命順 命壞 都是一生 一杯酒 兩乾淨 三不五時馬來道頂 打賣說 多感情 何時世 改變一頂 是煙粉 是注定 黑暗看肉來三明 有驚風 有驚陰 無情無憂的我贏你 地底的光影 逝逃就貪少年事 丟臉你無聊事 最近人買給人事 彩虹靜音 彩虹靜音 Zither Harp 不该刻下种种的额壳 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额飘 离经的伤都不感觉疼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她的脸 小小的天又大大的梦想 重重的刻破着轻轻的仰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乘着夜变往前飞 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寒 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寒 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好有蝸牛 对 黎怡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唱蝸牛啊 蝸牛是一步一脚一漫漫长的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出道是因為我堂哥李威的關係 那但是我們兩個人心運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是一出來就非常順遂嘛 對 就偶像劇嘛 對 就一波種 那其實我前面幾年都很不OK 自己也很不認真 是 然後一直到了拍了 你是不是那時候也不怎麼有心啊 對 也不怎麼有心 因為我覺得反正就 就懂不玩玩心 還是就心裡面也一直在盤算說 演藝圈真的沒什麼好談 對 也是在投稿 但是又發現獲利太少 原本看大家好像都賺很多錢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不是這樣子 然後就有點快要放棄的時候 然後就因緣際會 就拍了友台的一個本土的八點檔 是 對 那是非常辛苦的一個狀況之下 結果運氣也非常的好 就是遇到好導演 就是馮凱導演 那他是 就真的教你代理是不是 對 他就非常的 大家如果知道他 他就是非常的希望尊尊教誨 所以就是每天可能就會 對我態度會比較嚴厲一點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是 當戲都走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還是演不好的時候 導演就很生氣跟我講說 我花那麼多心思在教你 然後你現在有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你現在每天演戲是幾百萬人在看你演戲 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機會 可能政治人物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那你為什麼不好好珍惜 他告訴你一個認真的重點出來 然後我才開始覺得 對 真的因為我開始拍這部戲之後 越來越多人認識你 然後你賺的錢也越來越多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我才知道說 就是我現在做這真的是一步一步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就是導演沒有放棄 所以一部戲 一個好的恩師 對 導演 就點醒你了 對 才真的認真的看待我的演藝工作 然後而不是說只是為了好像有點虛名 對 你知道嗎 真的你有時候你在 因為你們在攝影棚裡面演戲 然後呢就是幾台機器對著你 你有時候會忘記 外面只有幾百萬人在看你了 是 你這一波出是你的成績 對 那個本土八年島連續劇不得了的 然後你對也很清楚 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是一起拍的 所以那個影響力很大 那一部戲我跟他一起拍的 那基本上講我對他 因為我看到他 其實我也看到我自己以前 我是進了演藝圈二十年後 大概十五年前 我都是在混的 我也有哥哥嘛 一鳴 眼睛瞪好大 真的真的 覺得說你可以這麼多年 而且還紅這麼久 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 因為這是有恩賜 為什麼 因為我有哥哥送一鳴 長一模一樣 因為他哥哥很努力 我哥是非常非常努力 那我是那種 就是隨便玩 隨便弄 可是 一到結婚之後 才面對 真的要去面對這個認真的問題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每一個都一個階段 等於開竅了 我們卸下責 我們這個放下重 但不是卸下責 不是說什麼都不用做 不是 那Junior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對啊 因為你 你自己 就是建築師後來也當不成 但是呢 就是 後來 半腳踏進了演藝圈 其實我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就是念書的過程中上大學 然後中間考上研究所 然後進演藝圈 對 我都是很被動是人家 就是推我走 人家推你走 OK 我就走 所以進來一進演藝圈 就拍廣告 然後進來就拍戲 中間大概一年之後 我就發唱片了 就完整 組了一個團體嗎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一直都覺得 反正我真的過得很easy 就什麼都有人push 都弄好 都弄好 就過得很開心啊 然後 而且我也覺得演藝圈 so what 我覺得 我了不起我回去 是 我以前念設計這些 我都還有別的事情做 再不然就回家裡面 跟爸爸學做生意 所以我就覺得 我安排了給自己 我的人生一直在多 復選題 就是我知道有好多選項 我可以去做 對 我也是 所以我沒有很focus 在這上面 可是有一個人在 這過程點醒了我 是 小鬼 小鬼 就是玩子三兄弟這樣子 對 其中一個小鬼 然後 那時候我們去做消防局的一個 一個宣傳活動 要叫我們從七層樓高的地方 垂降下去 而且是沒有人跟著 我們自己 就是你手放開就掉下去 壓住才能煞車這樣 垂降下來 然後 我還記得就是看著那個 我就很緊張 我再回頭問說 問我們的宣傳說 我說 欸 你有沒有幫我買保險的時候 小鬼已經站在上面了 他嘴邊要跳下去了 他的腳已經踩在那個 欄杆的邊 已經掛在半空中 而且他已經 他就一馬當仙這樣 對 而且很害怕 而且小鬼是我們年紀 之中年紀最小的 然後在那邊 其實他的腳一直在抖 一直抖 他站在那腳一直在抖 然後我就說 我說小鬼 你都不先搞清楚狀況 你就下去嗎 然後他回了我一句話 我這輩子永遠記得 他說 因為他叫我二哥 他說 二哥 我人生只有這一條路 我不拼命的話 我還能做什麼 然後真的很點心我 因為你後面有八條路 對 你有八條路可以選擇 他沒有選擇 他沒有選擇 他就必須要繼續往前走 對 然後我才知道 其實人生有太多複選題 不見得 有的時候不見得是好事 當然你做很多事情 要留一點點後路 可是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在你專職 專門想做的那條上面 才能成功 然後在那之後 我才開始就是做通告啊 開始從外景玩遊戲啊 摔啊 拼了 開始真正來認真在演藝圈這條路上 才知道就是這個方向 既然選一條路 那就要很執著地走 其實蠻感動的 對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是 透過身邊的朋友 或是環境 他們的一句話或是一個動作 反而點醒了你自己的內在 因為你可能就真的覺得說 OK 無可無不可 而且是不是你本身也沒什麼企圖心 對不對 因為我對啊 就像我講 其實就好像要賺錢也OK 都OK 我就覺得過得還蠻舒服 所以我沒有特別想 我一定要什麼 所以當就是說 反而旁邊有一個人 他真的是義無反顧 而且只有這條路可以走的時候 他會讓我知道 他讓你看到說 哇 我們在那邊還不珍惜 人家拼了命 很認真的 那所以小馬跟這兩位不太一樣 小馬你是很認真的嗎 我突然間發現 對不起 我完全不認真 但是你不是有很強烈的企圖心嗎 我覺得我先要感謝主 因為一切到現在我才知道 原來他都在帶領 不過小馬很特別 就反而跟別人不一樣 就在那個修比都華爆紅了之後 開始密謀 密謀 要把 要把拉馬人幹掉 對 連他進門的恩師幹掉 這怎麼會一回事 讓大家了解一下 要把吳宗憲幹掉 當藝人之後呢 我覺得一切都好像 來得太快了 出乎我預料之外 對 你沒有想到 對 而且因為你們有Local King 對 吳宗憲帶領 你知道嗎 我們很快 我們就多幸運啊 我們以前你知道 新人哪有可能做什麼那種港星車 打的Van 因為有憲哥 我們又有保姆 然後就做那個Van 然後喔 一下就紅了 其實我們殊不知 紅的是憲哥 是 我們只是旁邊的綠葉 在那邊 但是OK 慢慢慢慢 憲哥開始放給我們 我們就開始就是 有少年美女照過來 開始有主持 也一個一個就有知名度 然後結束之後 我說他覺得我有 自己的想法 嗯 我說欸 這個路還不錯 對 欸 我應該要 我們要自己闖一下 到了第三張專輯 我們就突然間覺得說 憲哥前兩張常常都不在 每次要我們抱著他的立牌 也不出席參加宣傳 然後呢 那個跟紅就講說 對啊 憲哥這樣 那我們第三張該怎麼辦 我說 不然我來講好了 嗯 我就跟憲哥講說 你打算 你打算把憲哥幹掉 是不是 要當那個頭啊 哈哈哈 你到底說什麼 我就是 說出來 說出來 對 然後那天開會 就是開會的時候 憲哥也是 早餐的時候到公司開會 然後小鐘跟我兩個 覺得低頭在那邊玩 然後我就說 欸 憲哥 然後憲哥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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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那個第三張的 我們聊一下這樣 我說 憲哥是這樣的 因為前兩張你帶我們 我覺得我真的很感謝你 而且我覺得 我們也沒有讓你丟臉 我們的成績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覺得說 你都很忙 那你要拍電影 然後我們常常抱著你的立牌 我們覺得你不在 我們也有點空虛 你知道有一種那種 就是說 年紀到了一種程度 有沒有 有被逼退位的那種 你知道嗎 然後我說 憲哥 對 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第三張專輯的話 你要不要讓我們三個人 自己來做 而且我們已經找到 另外一個人了 你們找了誰 你直接這樣做啊 你找誰 陳希啊 喔 陳希 OK 你們就找了陳希 OK 是耿狂的朋友嘛 是這樣子啊 音樂很棒 也做了一些demo給我們聽 回到當時 這樣組合真的不錯 不是不錯啊 憲哥那時候有什麼反應 憲哥就 本來在吃麥當了嘛 吃到一半 漢堡掉了 就拿下來 開始猛抽雪茄 然後就想說 嗯 嗯 OK 好 嗯 我下次跟你們講答案 好 他就隔了一陣子 我跟你們講說 好 這張專輯跟你們做 真的喔 每個人一條單歌 那時候我講 哇 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單歌耶 每個人可以 因為合唱之後 你分不清楚誰的身份 是 終於來了單歌 每個人一條喔 結果呢 那時候我們的師弟是周杰倫 對 杰倫就幫我寫了一首歌 不得了 那首歌太厲害了 黑色幽默 喔 後來還唱紅了嘛 你有唱嗎 我唱了demo 我在辦公室裡 我在我們錄音室唱了demo 我還拿給我姐聽 我姐聽說 你這首歌你會紅磅了 你唱得太有感情了 對啊 很棒 很棒 真的嗎 那我就 後來一回到公司裡面 講說 欸 小鐘 那你的歌 喔 我自己寫 欸 根口你的歌 喔 我自己寫詞 杰倫幫我圖曲 啊 洆湞 那個時候他叫洆湞 對 我說 欸 洆湞 那 喔 我自己寫 我想說 蛤 全部 你們都自己寫 沒有寫詞就有寫曲 對 那我說你們都自己寫 然後我就原封不動把我的demo拿給周杰倫說 杰倫啊 不好意思 你自己唱 你自己唱齁 因為他們都自己寫 所以我也打算我自己寫好了 然後我就自己寫那首歌 結果後來 人家多紅 沒有 黑色幽默多紅 我寫那首歌叫Wanna Fly 是 就是代表我們的心境 就是我們想飛嘛 我們想飛 昨天你給我聽的那個嗎 對 我們想 真的是黑色幽默不錯 喂 我們就寫的叫Wanna Fly 就是Wanna Fly 我很想飛 我們第三章的專輯的名字就叫Wanna Fly 代表說我們也想單飛了 就是憲哥已經 被我們開退好了 我為什麼有一種 你知道就是說 他一邊講 當然一邊聽 其實我們現在聽起來好像很好笑 可是我也有一種那種不勝唏噓的那種感覺 真的 好可怕 對 人家領進門 結果我後來到一種程度 你把他師傅幹掉 其實 但是我必須得講 你們大家的小鐘跟口 你們幫我扛一下 你們也有參與力 你們有這個想法 你自己是帶頭的 我只是出來講話而已 OK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唱完這首歌之後 然後整張專輯出來之後 結果我們入圍金曲獎 是 那張入圍金曲獎 然後我們聽到金曲獎的時候 我們還打電話給憲哥 憲哥 我們跟你講我們入圍金曲獎 憲哥講說 你們絕對不會得獎 對 結果後來那張專輯也不賣 因為我們太高估自己了 原來是憲哥的光環 對 後來杰倫就一打黑色幽默 大中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真的是 你的心情 你真的要唱 幾把刀你知道嗎 不是九把刀 而且他的背後啊 還寫著背叛 對 曹哥就是因為寫著這首歌 不過沒有關係 小馬 那個時候沒唱到 那個時候沒唱到沒關係 今天有機會讓你唱 說不定有機會這樣 對啊 對不對 今天就讓你來唱這首歌好不好 讓你用這首歌 不僅是對你的這個老闆 對 恩師 Say Sorry 是 而且也對當時看走眼的杰倫 對不對 稍微的扳回一層 這樣好好的唱 沒有 杰倫寫給我 我是要跟杰倫致敬 我要跟憲哥致歉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我很抱歉 做了這麼愚昧的事 對啦 不過他們現在也是回頭看你說 OK啦 對 OK 謝謝 好不好 那我們來聽小馬帶來的 黑色幽默 謝謝 好 好 很 slowly 你是說 可以留在照片裡 看著你 你會認識你 你會認識你 都可以認識你 你會認識我 你會認識你 修了我不想太多 我想一定是我 听错弄错搞错拜托 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 随便说说 其实我早已经猜头看透 不想多说 只是我怕眼泪撑不住 不懂你的黑色幽默 想痛却又再靠到我 说三你想很久了吧 我不想拆穿你 我当作是离开的玩笑 想痛却又再靠到我 说三你想很久了吧 白给你的黑色幽默 Invest Boss 全力的layer Zion 全力的 مث一個 夜内戳ay 带来 不冷看 默契же 还是活着陀队 好 你也很能有 谢谢很有 Government的任务 忘记 是什么 你是我的主 帶領我越過高山和那地步 歡迎來到光明國度 從此以後不再孤獨 因為我們都信了耶穌 我愛你耶穌 在麻麻如露之中 複視著你 我是你本土 走在你真理之中永不必途 歡迎來到光明國度 從今以後不再孤獨 因為我們都信了耶穌 愛我 神愛我 神愛我 你從不曾放棄我 我的淚 滴下來 感謝你拯救了我 神愛我 神愛我 讓我從醉裡復活 你的血 滴下來 感謝你赦免了我 撒旦 退派 你別想多擁抱我 神愛我 神愛我 讓我從醉裡復活 你的血 滴下來 感謝你拯救了我 神愛我 神愛我 讓我從醉裡復活 你的血 滴下來 感謝你赦免了我 你的血 滴下來 感謝你赦免了我 神愛 退派 你別想多擁抱我 你別想多擁抱我 祝主 Hallelujah 自由 對 剛剛的大家聽到 我覺得那旋律好熟悉喔 完全不同版本 真的非常的自由 可是仔細一看仔細一聽 歌詞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耶 對 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小馬你改編的嗎 對我改編的那個歌詞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很不自由 但是我們因為信主之後 有得到自由 所以我覺得那個意義很不一樣 那張正月的歌是愛情的自由 那我們講的是我們整個生命的自由 所以我就改了這些歌 然後最後有句話 撒旦退開 你別想捆綁我 因為上帝已經拯救我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個 而且寫那個歌的時候很妙 像馬劍 一個日本人 一個日本人寫中文 幫我們寫中文 你來寫那個 你來想我來寫 他寫在黑白 他寫中文 那個照片我們還要拍 因為我們大家在開會 然後小馬哥在念台詞 然後阿翔日本人就 就在寫中文 全部都寫中文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大家集體創作 但是就會 因為很多的 我們的那個 在與會的人當中 很多人沒有寫歌詞的經驗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沒關係 我們來禱告 結果一禱告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不一樣 順到當天就解決掉了 一首歌 當天 一下就兩個小時 而且真的是大家共同的創作 一起 對 就是我想說 我們來禱告 然後禱告完之後就 開始就是 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然後就 還有對象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寫詞還有對象 然後下一句還怎麼樣 我說 怎麼會這樣 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他就趕快拍照 我覺得這是一個神機 然後那首歌我覺得還不錯 就真的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以前 外表看起來 好像你這個人很自由 但事實上 其實你被很多事情 或是很多東西捆綁 比方說你可能煙戒不掉 酒戒不掉 或是說夜店戒不掉 煤戒不掉 戒不掉 或是壞習慣等等 你戒不掉 但你以為那個時候 你胡作非為是自由 但其實你現在認識主 真正的自由是 這些東西都不會再來干擾你 沒錯 對不對 就像Junior跟李懿以前呢 對演藝圈的這種 散漫的習慣戒不掉 就是隨隨便便這樣 所以我們要再接下來聊聊 那自從你們認真之後啊 對於自己這個演藝圈的人生的 這個目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 更加確立的方向 像我現在 就是 開始回頭 就是去做 因為我以前研究所念設計 是 然後我覺得 到了現在 我突然間有一個 感覺 想法 於是我 這三年 這四年 我開始去做服裝品牌 那我現在手上有兩個服裝品牌 一個要新推出來的 那我覺得 其實也是很多的 真的要感謝上帝 這個一路從我決定要做這個品牌 開始 他真的 在我身邊準備了很多 我可以接觸到的朋友 然後可以教導我 可以領導我的朋友 那可是中間當然會有挫折的時候 我覺得 比如說包括我去租房子 然後我在申請營業登記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間店面 那本來一個品牌就有營業登記了 那我還要再新追加一個營業登記 我就想說去問那個房東說 我可不可以再追加一個營業登記 那在這之前我就已經先問過會計 就說一個地址是可以登記幾個營燈 對 那其實是可以多個的 然後我就打給房東 我就說 不好意思房東 就是我可不可以多申請一個營燈在你這邊 他說不行 一個店面只能有一個營燈 那我傻傻的 我就說沒有啊 我有問過會計 會計說可以很多個 然後那房東大生氣 破口大罵 然後已經用髒話罵我 就說 就說你們這些死小鬼怎麼辦事 現在你是怎樣 他就有一點 台語說 見笑 當生氣 對 然後就大罵我一頓 然後這個也很委屈 可是你不能 因為你的店還開在那邊 你不能得罪他 所以最後我還要找另外一個房東 然後來跟這個房東幫我講話 然後道歉 就還要 可是這個事情又教會我就是 原來在跟這些人談事情的時候 你要顧及很多是 別人的想法 別人的面子 Yes 這很重要 是 然後當然做服裝也有很多 我自己下去摸布料去看 從頭 從頭開始做起 其實我籌備了 我真的新的這個品牌 光是為了我最想做的這個品牌 我籌備了三年的時間去 其實他一路過程他都看著 就是我出來布料什麼都會跟他講 所以就是說 其實Junior碰到你真的有興趣 而且你真的就是說 認真的事情的時候 你也是很細緻的 從頭 從頭去學 從頭去摸 而且花這麼長的時間籌備到整個過程 然後我覺得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主 就是他真的 他讓我在這段期間 我當然演藝圈有我的收入 是 不至於匱乏在我的經濟上面 然後可是他真的讓我接觸很多東西 學了很多 然後 然後這麼漫長的等待 我現在這個新的品牌才剛出來 還沒正式推動我的經銷照已經訂光了 他已經安排了我 真的 而且他安排了我好多方向 我前面試走的東西 小量小錢 他都安排我 我沒有讓我一次就成 你就好多次的嘗試 那都讓你學習 學到很多 包括 真的跟人家談事情 怎麼談 絕對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跟神的關係越近 你越能夠看到 其實房東的那個主案 你是瞭解的 對 對 免得以後不懂的話 現在不學以後 遇到更嚴重的狀況 怎麼辦 是 所以這個準備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不容易 不容易 對啊 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往前去努力 這是很感恩的這件事情 那李懿呢 李懿跟我們大家聊聊吧 對 而且李懿的話 就是因為大家現在就是很好奇 對 你知道 因為你 年紀還是算輕的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 我覺得你年紀還是算輕的 然後 可是你就是 怎麼樣可以 那麼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然後你決定要結婚也就算了 而且你知道 就是說 你就知道這個人 就是要跟妳一輩子 對 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事情 不容易 我覺得就是 我其實現在很 很要 唯一講的一句話 就是真的感謝上帝 在過去這一年 把我的人生當中 前面二十幾年的生活都改變 哇 還有態度 哇 一年而已 對 因為以前我是一個 非常玩世不公 然後 就像之前 昨天 就是雷稿的時候 有講到說 我以前還在跟人家打架 然後 然後很自負 我甚至連高中考試的時候 我都只填了兩個志願 我一定讀建宗 真的啊 然後 附中只是 很會讀書 四大附中是UB的 結果我只考上成功高中 但是我沒填到 所以這是第一個 很大的挫折打擊之後 然後後來 我就愛玩這樣子 然後 跟爸爸關係也不好 然後 神就要懲罰我 讓我跌到谷底 然後結果後來 回去教會 然後 然後 開始 接著來 我遇到我老婆 然後 她是 我以前遇過所有女孩子 都唯一不一樣的 對 然後就是 遇見她之後 我開始 生活做了很大的改變 然後 上帝也動工 我還記得藝人最怕 就是沒有工作 那我記得我在拍上一部戲 結束的時候 快要結束 我自己知道 然後我在我們教會 聽到一個訊息 就是 你只要敢跟神禱告 那你一定會有東西 跟他求 對 然後 那時候 我就想說 好 我很希望有一個 確定的工作 就 真的 就不要說 這一部行快結束 下一部在哪裡 還不知道 對 然後 真的不誇張 這是一個 完全沒有作假的見證式 我只禱告了四天 然後 我經紀人打給我 就是 我合作的電視台 願意跟我簽一個 蠻長的合約 就很像是保障約了 對 然後 很願意花時間來栽培我們 哇 所以 在戲劇方面 我就得到一個 非常大的祝福 對 然後另外一個 更 也很大的祝福 就是 我一直說 我想做生意 那 好不容易 就是 我哥哥他們知道 我哥哥有做了一個 滷味的生意 是啊 家裡面有做一個滷味 對 那是我爸爸把 那個 投資我們的 然後我哥哥因為很愛吃 然後我也很愛吃 然後我們就來弄了一個 這個東西之後 原本只有一個小店面 然後後來接著 開始 我覺得一定要做網路 那當然我什麼也都不懂 然後做一做做一做 也是一直跟著人祷告 跟著人求 然後 在自己親自這樣一家一家廠商 一家一家去談去弄的之下 我們現在已經算是非常的成功 連 知名的便利商店都來跟我們談說 希望可以 敬你們家的 放上他們的 哇 那個單子上面這樣子 很棒 然後就我真的一切就是感謝神 就在我戲劇的定位跟成家立夜 然後生意上面都很大很大的祝福 是 真的 我覺得真的就是可以體會那種 就是最了解我們真的是神 對 真的 而且你雖然說短短的這一年的時間 可是因為你也很單純 就像小孩子一樣 對 你雖然剛進門 可是你也什麼都照單全收 然後呢 你也很單純的就向他求 向他要 然後告訴他 你最慌的 你最不安的是什麼 他就給你 真的 你所要的安全感 對 我覺得很感謝 真的很感謝 而且明依你知道嗎 那個李懿還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他要做那個 對 牧師 要做牧師 因為我覺得演藝圈 十年計畫 對 演藝圈可能只是一個 我們累積名的 那我覺得 李其實現在我慢慢的越 年紀越大 或是你經歷過這些之後 你會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金錢不是很 唯一的東西 是 那我覺得 我們教會的牧師 是我非常崇拜的一個兄弟 所以 所以就是 我覺得他的 不管是他的傳福音 或是他的 教育方式 我都很喜歡 那我跟他聊過的時候 或許真的 這是一個十年計畫 可能演藝圈 我只 把這十年做好 那 接下來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專心服侍 在神的國際 我覺得這個是 有目標 最有商業頭腦的投資 對 因為把 因為把時間花在神的身上 是不會讓你後悔的 對 但是說到要做到 加油 真的 我們為你禱告 旁邊的人都為你禱告 因為神的計畫 可能五年之內 他就要到牧師 有可能 you never know 對不對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 真的 真的 所以其實大家就是說 雖然年紀輕輕的 但是呢 認識主之後 他的確會給你很多的方向 是 對 對不對 然後你凡事 反正就到他面前來跟他求 是 真的感謝神的帶領大家 有看到另外一個目標跟方向 就朝那個目標去走 那 真的要獻上感恩 對 李懿 就為我們帶來這首歌吧 對 這首歌 真的是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歌 就是獻上感恩 OK 我們一起來聽李懿的這首歌曲 獻上感恩 神上感恩的心 歸給 只剩全一生 因他 撕下獨身子 主耶穌 欺度 神上感恩的心 歸給 只剩全能生 因他 此下獨身子 主耶穌 欺度 如今 軟弱這一的感傷 貧窮這一成福 不足 都因為主 已成就了 大事 如今 軟弱這一的感傷 貧窮這一成福 都因為主 都因為主 已成就了 大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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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這 真的非常的開心 看到演藝圈裡面呢 有這麼多的年輕人 認識主 但是最重要的是呢 在他們的真實的生命裡面 是與主同行 對 真的喔 我覺得與主同行 那個生命力就會不一樣 就看到他的生命是有美有善 有力量的 那今天来了三位 我们真的很感恩 感恩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很认真 可是圣经上也有一句话说 没有意向 民就放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 我们需要很正面 很努力 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但是人的努力 更需要神的能力 需要神带出一个方向 然后走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们那个努力才有价值 那如果说 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我刚刚学会了 要认真 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 怎么突然方向变了 可是也许神不是这样带领 对 所以我是说 如果你相信有一位神 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不妨试看看就放手 轻松交给祂 相信祂会带领你走人生道路 而且超过你所求所强的好 如果你有感动 我跟民意一起为你祷告 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 主因为有你 我们有的方向 因为有你 以至于我们的认真 不会白白的 浪费我们这个认真的态度 所以说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走上那个正确的人生的道路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你有一种感觉 你只会觉得你自己很努力 很努力 可是一直得不到 那样的一个祝福 甚至好像你的努力 是给你很重的负担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反老骨单中淡的到我这来 我就是你的安息 要不要试看看 放手把你的问题交给神 让他带领礼 把那个认真 聚焦在那个对的事情上面 交给神 相信神 会带你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 到更好的一个境界 交给他吧 我们感谢赞美神 谢谢主 我跟民意为电视前面观众朋友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得圣的名 Amen 真的非常的感恩 也欢迎你每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心灵乐飞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